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选择的是一家离自己家很近的大超市 打电话联系了所有有空的朋友来帮自己实现这个计划 朋友们一开始接到图豪的电话 图豪表示邀请他们来帮自己买光一个超市时 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 今天是愚人节吗 在图豪的再三解释下 二三十个朋友半心半疑的来到他家 图豪联系了几辆火车 招呼朋友们上了其中一辆火车 在一家大超市前请所有的朋友下车 图豪表示超市里的所有东西全部半坑 这时朋友们欢呼起来 兴奋的冲下火车奔向超市 他们一人一个手推车 轻通超市货架上的所有东西 在推到收银台结账 收银员都惊呆了 忙碌的为他们扫描东西 超市老板看到这番景象高兴坏了 还和图豪拍了合影 经过图豪以及朋友们的努力 一天的时间他们终于将超市买光了 收银员看着厂长的账单表示 一天的消费是六万美金 图豪爽和的刷了卡 图豪和朋友们把所有的东西搬上火车 图豪表示东西太多了 自己和朋友也消费不了 在超市买的所有东西 全部捐到贫困地区 网友们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表示 原来买光一个超市要六万美金 因为有网友说 图豪做了我想做 却不敢的事情 小伙伴们 图豪虽然想法和惊奇 但最后把所有买的东西 都转给贫困地区 值得我们点赞哦 好了 本期的Timeway见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更注 分享转发哦 感谢观看